好 介紹為您報導 核廢料存放在蘭嶼 已經有三十年的時間 今天有多位達悟族人北上陳情 要求臺電立刻把這一些核廢料 牽出蘭嶼 民進黨立委也表示 他們將研究推動 蘭嶼特別賠償條例的立法 來自蘭嶼的達悟族人 特地北上立法院陳情 要求核廢料立即牽出蘭嶼 達悟族人拿出一張張觸摸 驚訝的照片 顯示蘭嶼的核廢料 因為缺乏妥善的儲存設備 部分的核廢筒 秀石 甚至出現粉化的情況 讓達悟族人曝露在核廢料 外泄的威脅 所以你提到說我們的回饋金提高 對不起 你可不可以把你剛剛講的那句話 講給馬英九先生 我們只要求一件事 請你簽出蘭嶼 達悟族人表示 蘭嶼核廢儲存廠 已經在去年底到期 雙方並沒有續約 因此要求臺電立即將核廢料遷移 並且永不敘述和重啟談判 而輻射醫學專家也到場聲援表示 依照國際核能換例 放置核廢料 一定要當地人民的同意 何況最近又出現輻射污染的疑慮 現場包括民黨立委以及綠黨都前來聲援 立委田秋謹並且表示將推動蘭嶼特別賠償條例的立法 重新檢視是否有輻射污染 如果對蘭嶼的人文 生態以及對人體健康傷害 將負起賠償的決任 記者吳家寶 台北報導